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这个二杀树 采用这个炼远存储 这个题目呢 是这个 求B的宽度 是用这个低位方法来求解 这个题目呢 就稍微麻烦一点 为什么呢 它求一个宽度 那么什么是一棵二杀树的宽度呢 这个东西怎么定义 其实这个题目呢 应该给出来的定义比较好 宽度是指的什么呢 比如说这是一棵二杀树 它的宽度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层 对吧 每一层 节点个数 最多的这一个 这一层是一个 这一层两个 这一层三个 这层是两个 所以说呢 这棵树的宽度呢 是几啊 是三 对吧 是三 那么因此我们就想到怎么样了 那么我们在地规的时候 我们是要遍立每一个节点 遍立每一个节点的时候呢 我们统计它每个层 有多少个节点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采用先于遍立就行 对吧 比如说我们用先于遍立 对吧 PRE 我们把它写出来 PRE呢 我们说是一心化B 对不对 我们这就写上B吧 PRE B 那么我们说 F呢 我们说B不为空 这时候B为空的时候 我们处理 对不对 如果呢B不为空 我们这儿 要判了一下 它的层次 对不对 层次 那么为了我们进行计数的话呢 计数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来构造这样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呢 是A 那么它的序号呢 就是0 对吧 1 然后呢 2 这个序号呢 代表什么样 它的层次 如果这儿 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样 它的层次 比如说是H的话 那么如果呢 是B不为空 那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节点 对不对 那么这个节点 如果什么样 有AH 这是它的层数 对吧 我们只要把AH 这样加加 就完了 那么它里边处置值呢 肯定就是0 序号呢 代表什么样 它出于哪一层 那么显然这个地方呢 你要变力的时候呢 应该把这个A的数数呢 要放进去 对吧 你要对A呢 进行处理 现在我们说 就是H出于哪一层 怎么来转 对吧 那么这H来讲的话 我们说 对于 对吧 根是 1 对吧 那么一说H呢 开始就是1 那么你每次 向下变力的时候呢 是不是 它到它 是不是加了一层 它到它又加了一层 是不是用逐层 递进的过用 对啊 递进的过程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无法怎么样呢 哎 放上一个H 这个H呢 代表什么 你的层次 对吧 那么你在进一步 进行调用的时候 Pray 对吧 B的这个左孩子 那么你P的左孩子的时候 数组够在这地方 那么H怎么样 就加一层 对吧 如果你 你自己再一看 是H层的话 你的左孩子 那肯定就是什么 H加一 对吧 那么这是左 我们说还有右 对不对 那么右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Right A 然后呢 H加一 对吧 是不是啊 那么出直 那么我们在调用它的时候 那就是Pray 对吧 B A 对吧 A 然后呢 你的根结点 出于第一层 对吧 你调用它的时候呢 给它复制一直是个E 所以大家一看 像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 我们是不是怎么样 就在变力的过程中 我们怎么样呢 我因为把它的层次 H呢 就 传进去了 那么这地方也只需要传直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呢 你是处于H层的 我们灵活地用 这个序号呢 来等于什么样 H 对吧 我们灵活地用了它这个序号 用AH呢 进行加加 统计了 统计了 每一层上的节点数 那么下一步 求宽度的话呢 就是求什么呀 求这个A这个数组里边的 最大值了 这个最大值呢 肯定就是我们的宽度了 因为我们定义就是这样子 那么在一个数组里边求最大值 我说这个难度不大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 用max等于 比如等一个值 对吧 max等第一个 做一个放循环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用低规算法 要在压求解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求解核心问题就是 这个H这个层次呢 大家一看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传进去 父亲呢是H层 那么你的孩子呢 就是H加1 那这个通过传值呢 就传进去 那么这道题目呢 他也没有要求 这个函数呢 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我就按照我们这个 这个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 写就完了 那么看一下这个 比较干净的 我写的比较潦草 比较潦草 板书呢 因为这个和黑板呢 写起来还是不一样的 希望大家谅解 那么看 B为空的时候就return了 对吧 就不管它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H加1 那么H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的 就是层 对不对 每当你进入他的 左孩子或者右孩子的时候呢 这个加1 这个加1 对吧 这个地方 这一个是2 这个地方2 对吧 不两个都是左孩子 那就错了 那么这是数据 这个数据 那么这是level number 这是够到这样一个 低规函数 实际上就是根据我们的 现实地规 现实便利呢 我们进行 这个修改而来的 那么我们看 具体求解的时候 我们首先怎么样 要定义这样一个数据 对吧 来统计 每一层有多少个元素 那么处置值呢 都是0 那么这个函数 跑完一遍之后呢 这A里边就有东西了 对不对 所以说I呢 是等1 因为层次呢 是从1开始 不是从0开始 对吧 除非呢 就是除非你想 节约空间的话呢 你这个地方呢 不是AH 对不对 是H-1 对不对 H-1加加 对吧 这样就使得 数据从0开始了 但没意义 对吧 也没意义 所以I等1开始 那么怎么样呢 Wire呢 AI呢 不等0 对吧 开始找 大家找 A不 AI大于什么 Wireness 那么Wireness呢 就等AI 又在里边找什么 最大值嘛 对吧 然后呢 A++ 最后得出来的 就是这个最大值 所以这个算法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用了这个DV 那么它怎么样 就让一个DV调用的函数 这个函数 要担当你写出来 在前面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说 哎呀老师 这个重复了 没重复 对吧 咱要求的这个游戏规则不一样 在这儿呢 我们说要求的是 层次变利用 用非DV方法 对吧 我们前面呢 是DV方法 那么我说DV方法 这一块呢 我们解决了 我们非DV来讲的话呢 你为什么用层次 而不用什么样 不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先续中继和后续 接近为在层次变利的时候呢 它有个非常的好的优点 对吧 它是 一层一层的处理 一层一层的处理 对吧 A B C D E 对吧 F 它是一层一层的处理 所以它很容易怎么样 可以想到我们可以统计什么样 每一层的数目的多少 这个时候我们根据什么样 诶 层次变利的方法呢 稍加处理 啊 那么也就是怎么样呢 大家一看 当你的队列里边 访问A的时候 这是A是第一层 对吧 当你第一层访问完的时候 大家一看 它访问完了 那么 队列里边呢 就把BC放进去 对不对 那么 BC来讲的话 对有元素 这个C 是你下一层的什么 最后一个节点 对吧 当你在访问B的时候 对不对 把DE放进去 在访问C的时候呢 把F放进去 当你C访问完了之后 这一层访问完之后 大家一看 F呢又是什么 又是下一层 所以说我们只要用什么 用一个last 对不对 我们只要用一个last 记住 你当前的最后一个元素 那么你这一层的问题呢 就 就什么 就解决了 解决了 有时候我们在订什么 在订个level 对不对 订个level 我们订计什么呀 就是第一层 然后呢 一次呢 我们把这一层的元素呢 就给统计出来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就是根据我们层次变历呢 可以引入 就是我 查找它有几个层次 那么在层次变历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引入一个last指针 对吧 我们说开始呢 可以点头节点 对吧 等于B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什么呀 把B节点呢 进行入对 对不对 也就是说 QU对吧 然后呢 是加加R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B 入对 入对之后呢 剩下的就是一个循环 对不对 F呢 应该是小R 对吧 F小R 那么 那么我们说前面还有一些 对列什么都不写了 对吧 那么核心就处理这一块 也说这时候怎么样呢 我应该出对一个元素 对吧 B呢 B呢 应该等于什么样 Q 什么加加F 出对一个元素 那么这个地方应该还有什么 有个level对不对 level应该等于什么样 应该level呢 应该是等于 等于这个 等于 怎么说呢 等于1 对吧 等于1 等于1 然后呢 还要知道一个就是 Max 对不对 Max我们说等于一个 这个很小的一个数 对吧 很小的一个数 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呢 我们 进行遍地的时空 遍地的时空 我们要统计什么样 统计这一层的这个节点 那么还要去 最大值 实际上这样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你这个 用Max来比较呢 可能比较麻烦 还不如就刚才怎么样呢 我们是不是定一个数组 对不对 比如说A 就是个数组 用数组来讲的话呢 用序号呢 来表它的层次 那么开始是1 对不对 因此我初步访问的时候 当B出来的时候呢 我要访问他 实际上我用A什么呀 A的level呢 加加 出入值我们也是一样 大龄 我这样来写吧 这样来写稍微的简单一点 因为结合我们刚才这个题目 你就A的level呢 就加加 对不对 那么下面就是什么呀 就是左不为空 左路队 右不为空 右路队 对吧 就不再写了 关键在左不为空 左路队 右不为空 右路队的之后 你要加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呀 就是判断你这层 能是不是折腾完了 因为折腾完了之后 你这level你要变 对不对 就是你要判断一下 F怎么样呢 F你这个last last 是不是就是你last这个元素 是不是等于 quing的当前的这个 就是这个 尾元素 对不对 是不是等于什么 quing的这个F F 这个要 就是对头的这个 不是F呢 是R对不对 R这个元素 就是你刚刚近战的 就是你对对的最后一个元素 就对尾元素 是不是等于它 如果你等于这个对尾元素的话 这对尾元素吗 前面是front对头吗 如果你对尾元素的话 代表什么呀 代表你这一层 反正完了 那么你level怎么样呢 level就要什么 加加了 同时呢 你要把last怎么样 重置了 重置为什么呀 重置为 last应该重置为qu 这地方写的不对 应该是 如果last等于 你当前访问的元素 所以这地方不用qu 都是你当前访问的b 也就是说 你当前访问这个元素 就是你 这一层的什么 最后一个元素的时候 对吧 也就是说 你看你a正在访问的时候 a是第一层最后元素 那么也就是说 当last等于什么a的时候 对不对 你这一层访问完了 level要加加 这时候last等于什么呀 last等于你的对列里边了 最后一个就是c 对不对 当下一次 你访问到c的时候 c等于last了 c等于last 那么last要更新为什么呀 更新为你的什么f 所以说剩下的 我们说都是标准的层次变历 增加的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增加的就是什么 增加一个level 对吧 增加level 那么增加level之后呢 我们说这地方 level加加 那么也就是说 开始level等于1是第一层 第一层肯定有一个 然后呢 level加加变成2 我回去再访问什么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知道我们的之后一层 那么拿到这个速度之后呢 再找一个最大的就完了 所以这是一种解体方法 用层次变历 和我们前边那个呢 是基本相似 那么下面呢 我想给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李春宝李老师呢 给出了另外一种解法 非常好 他这种解法呢 也是采用层次变历 对 那这种方法呢 这个层次变历呢 他玩了一个小花招 那么什么花招呢 大家一看 他怎么样 在层次变历的时候呢 大家一看 他把这个对裂呢 进行了什么样 进行了处理 这个对裂 他进行怎样处理呢 他我们知道 这个对裂来讲的话呢 你把它反应完的时候呢 就是进行出对入力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说 这对裂里边的一些元素呢 是可以保留在里边的 保留在里边的 也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只是怎么样呢 这个比如说假出对 我们入对之后呢 我们只是进行假出对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 我们不真出对 因此呢 这个对裂里边呢 就保存了你什么呀 你所有的这样一个基地 对不对 那么另外对于每个节点呢 我们刻意地把它层次呢 给它写上 那么这个层次怎么写呢 实际上和刚才地规那个是一样的 DV是一样的 也说怎么样呢 我们进行这个入对操作的时候 我们先访问它 它的层次呢 是一 对不对 那么你左部为空 左锐的时候呢 它的层次呢 就是它加上一个一 对不对 那么它呢 就是什么 它加上一个一 例如说 当你出对一个元素 进行访问的时候 那么有什么 我们有一个LNO 代表什么 就是它的一个层次 那么你出对进行访问的时候 LNO代表它的层次 那么你入对它的孩子节点的时候 它孩子的层次呢 就是L0加1 LNO加1 因此当你编离完之后 在这个对列里边 其实就是一位数组 一位数组里边 就包含了所有的节点 以及每个节点怎么样呢 它所在的层次 而且呢 它都是按序进行排列的 什么叫按序排列 这是第一层根结点 对不对 那么这可能就是 BC怎么样 它们处于第二层 对吧 然后呢 EF 它是第三层 就是说对于LNO的 这是1 这两个呢都是2 后边两个呢都是3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便利之后呢 你会生成一个 122334445556 所以生成这样一个什么 有些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你只要统计 对吧 相同的个数 对不对 里边找出最大的就完了 这时候李老师呢 是采用这种方法来决断 我不能邀功说我想出来的 我没有想出来 因为我想出来呢 我想出来上网给大家写完了 很容易就用到什么 层次变力求层次 给大家写完 那么李老师这个方法呢 是比较好啊 那么他考虑一点就是 我们的对列的 这种改造 对列改造 也就是说是我们的对列 怎么样呢 改造出来一个LNO 那么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对吧 那么Foundary啊 这个Widens I number 在主要之后边计算 那么Foundary等0啊 BV 空位加加加 我们说第一个入队 然后呢 根基点的层次为1 对吧 这就是做我们的这样一个铺垫 对吧 我们说重头系的在后边 重头系我们说在 出队一个元素P 对不对 出队之后呢 我们把它的层次 求出来 对吧 在入队的时候呢 我们对心如锐的这个节点的层次 大家一看 进行一个处理 就是说我们对心如锐的这些元素呢 我们进行一个处理 处理 那么我们进行出队的时候 大家一看 我只是把这个队里边元素呢 取出来 我们并没有什么 把它删除掉 它还在里边存在的 对吧 又是它 我们不采用这个循环对列 所以说呢 也不会被冲掉 所以说像这些数值呢 都会存在里边 那么因此呢 变连完之后 变连完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数图里边 垂放的肯定就是 122334444 比如说5566 存在这种数字 存在这种数字 我们说下一步呢 就是累计每一层的节点个数 累计的时候呢 一看 I呢是小于等于什么锐 对吧 你得到对尾对吧 循环中指条件 那么A等于0 A等于0 A等于0干嘛呢 就是统计每一层 对不对 那么下个弯循环呢 我们看有N加加 A加加 那么什么时候 N加加 什么时候A加加呢 我们看 首先 它应该没到对尾 另外 这个值等于它的时候 对吧 那么 进行 N加加加 A加加 进行统计完之后 对吧 那么 当 不等于NU南部的时候 对吧 我们说中指 中指完之后 大家一看 用L南部呢 等于QI LNU 然后呢 如果N呢 大于Wedding Wedding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 本身这个呢 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算法 对吧 本身这个 比较好的算法 对吧 那么就是说 首先大家一看 它是访问1 对不对 那1来讲的话 大家一看 1是小于瑞 对不对 但是TieNumber 等于他 对不对 等于他 那么 那么一循环之后 我们再往后走一步 就不相等了 那么不相等来讲的话呢 而Wedding 南部呢 就变成什么 你不相等的这一个 就这时候呢 它变成2 这个地方开始是1 变成2了 然后呢 我们说 你总共统计几个 那是1个 对不对 1个大于几啊 处置值是0 1大于0 所以说 Y那次等于几啊 Y那次现在对吗 等于1了 以我们说 这个A来讲的话呢 A应该只向这儿 对不对 A是想于瑞 瑞应该在这儿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呢 继续往后循环 对不对 所以说 又回到这个循环 N从这为0 开始统计什么呀 2有多少个 对吧 第一次来讲的话呢 我说2 有一个了 N加加 I加加 然后你又跑这儿 我们说有几个呢 有两个 再跑这儿 I跑到这儿的时候 结束条件了 为什么呢 这儿不小等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 N计算出来几个 N等于2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由2呢 变成3 这个地方呢 是2 对不对 2大于我们刚才的1 所以说呢 它变成了什么 变成2 然后再回去 再回去 我们说几个 3 对不对 再统计3 所以这个算法呢 你作为顺序表的算法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逐步统计的一个过程 最后得出来的肯定是 One is 是一个最大致 当然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这都是顺序 肯定是1 2 3 4 5 6 所以说你这样怎么样呢 可以用它进行统计 如果你有跳跃式的 如果我们有些题目呢 是这样的 就是2 2 8 8 10 10 对吧 对于这种统计个数来讲的话呢 你稍微比较麻烦 对不对 其实也不是太麻烦 也是把这个元素呢 大家看从这儿取出来 对吧 取出来 大家可以琢磨琢磨啊 那么到这儿呢 我们对于这个 二叉数的算法呢 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核心怎么样 就是 非低规的算法呢 希望大家要掌握 对吧 另外来讲的话呢 就是如何解题 给大家剖析的 我觉得相对来说 比较清楚了 就是在低规函数的基础上呢 就变得基础上进行修改 对吧 低规的不行 非低规的来 非低规的不行呢 肯定 我们还有层次便利 对吧 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对于二叉数的算法来讲的话呢 往往如果不设定这个要求的话呢 解题方法是五花八门的 对吧 有很多方法呢 可以解决 只要是合成合理 而且呢 二叉数的算法呢 很少呢 会要求算法普达度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 你用低规的话 这普达度就 就没有办法统计 对吧 很难计算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进入线索数 那么线索数 这一章来讲的话呢 我们的核心问题呢 就是构建线索数 和实用线索数 我们在基础班 给大家讲过了 就是中序线索数 找前据和后据的方法 所以我们这次课呢 应该主要就是 解决代码的问题 线索数写代码 因为我们说 对于一颗树进行线索化 你不要再问我了 我想在基础班 给大家讲过很多了 为什么会有线索数呢 它有n加一个控制针 为什么有n加一个控制针 应该我问你了 对不对 因为有什么 二二一个节点 对吧 二二一个节点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有几个 是有用的指针啊 应该是 n减一个 为什么是n减一个 就是因为你的分支数 是多少个 n减一个 这个分支数 这个分支就是一个什么 非空的指针 对吧 所以这里一减的话 那一看就是 n加一个控制针 那么对于我们这一块 要写算法的话呢 要知道就是 什么是线索呢 线索就是 如果呢 你这是一个 没有做孩子 没有幼孩子 那么就是指向 它的前驱和后继 那么这叫做线索 这叫线索 那么对于线索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 控制针 是不是线索 那么控制针也是 那么控制针 为什么代表线索呢 代表什么 你没有前驱 控制针我们说是后继 代表什么 你没有后继 所以说控制针呢 依然是线索 那么这是我们对指针域的定义 那么这个指针域的定义呢 我们是写代码 我们要用得到 对不对 至于LTAG等0的时候呢 是孩子 LTAG等1的时候呢 是线索 是线索 一个前驱一个后继 那么线索和线索扎数 线索扎数的构造呢 我们不再说了 一定要学会 对吧 前中后三种 对吧 要非常快的 能把这个数呢 给画出来 那我们下面开代码 第一个就是 先续线索化一颗扎数 也说对一颗数呢 进行线索化 这个线索化呢 不是说我给一个数 就是A对不对 这是A 这是B 这是C 这是D 老师线索化一下 先续 那么这怎么做呢 给他做一下吧 对不对 可能大家是不是有遗忘了 那么先把他的先续边力写起来 对吧 跟左右 ABCD 对吧 那么我们看 AB到C 对吧 C的前驱呢 是B 对吧 那么C的后继呢 是D 那么D的前驱呢 应该是什么 是C D的后继呢 为空 A的后继呢 应该是B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线索化的过程 线索化的过程 那么就是我们的 ABCD 跟左右 对吧 跟左右 没有写错 老师担心给大家写错了 就ABCD 那么 空的针 我们说肯定是 存在的 对吧 因为你 便利的时候 肯定有最后一个元素 那么写代码怎么做 那么写代码呢 我们说不管是 先中还是后 那么写代码的方式 那肯定就是什么 在 你这个 Prinet的地方 对不对 Wit的地方 那么我们在 线索化的时候呢 为了保证线索化 我们引入什么 引入一个指针 大家看 叫做Lust 你说 我们用Lust代表什么呀 你刚刚访问过的 前面这个指针 那么P代表什么呀 你当前的指针 那么他们俩 实际上就是在 我们 这个 序列里边 不管你是先续中续 后续对不对 它就存在什么呀 一个是前驱 一个是后继的关系 对不对 那么Lust是P的前驱 P是Lust的后继 那么显然怎么样呢 我们说 如果怎么样 如果Lust这个节点的 Rchild 对不对 就是Left Rchild 如果它的 U还是 等于空的话 NUL 对不对 UL 那么它U还是为空 那么 Lust的怎么样 Rtag 对吧 应该就等于1 对吧 那么Lust的 这个指针 对吧 这是Rchild 就应该等于什么 P 因为P是它的后继 对吧 那么反过来讲的话呢 对于P 如果P的什么呀呢 这个LeftChart 也说它的左孩子 如果是等于空 代表什么呀 这个地方呢 P的什么呀 这个Ltag呢 就是1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线索 那么P的什么呀 P的这个 这个LChart 应该等于什么呀 等于Lust 实际上核心呢 就是这个关系 核心代码就是它 那么Lust和它之间呢 就是互为前去后继 那么有的问 同学问问说 那么它的前去呢 那不要紧呀 因为当把Lust和P 处理完之后 Lust就等什么呀 就等P了 对不对 所以说实际上 Lust和P之间 就是保持着 一前一后这样的关系 那么我们首先呢 把核心的代码给大家 先说明白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什么 具体的实现 那么我们这次课呢 到这儿结束 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